我爱你 关心 这是我第一次 觉得你真的爱我 我心里没有不安的感觉了 我也爱你 夏天 我之前不是跟你讲 我要跟你说路西的事情吗 其实我也是从福利院长大的 我们两个从小就生活在一起 其实 当时我妈要领养的人是路西 那年她六岁 我是二岁 她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得 被领养的意义是什么 就说一直想要跟我这个哥哥 待在一起 我当时答应了她 我说 好 我一直陪着你的 后来我们 出去骑自行车的时候 她就把手臂给摔伤了 她住了很长时间的院 伤口也留了疤 后来就被我妈放弃领养了 是我顶替着她被领养的资格 我走的时候 我连招呼都不敢跟她打 夏天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坏啊 怎么会呢 你那时候才十二岁 十二岁懂什么呀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因为 我妈是个很要强的人 她也不想让我踢劫这段过去 其实 我自己也在逃避 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 冠心 并 不管你出生在哪里 你在我眼里 你就是你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不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就比你想象中的要坚强一万倍 所以你也可以 完全放心地去信任我 我已经坦白从宽了 完全没牌了 那你被领养之前叫什么 贺旋 重新认识一下 贺旋同学 叫夏天 很高兴认识你 夏天